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也刚刚和二队的国卿主力控内徐杰签约 这也是广东宏远本赛季本土第二签 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深圳猎豹梦夺的引进 随着广东宏远与四川的内线徐涛 福建的蔡沈签约变得越来越渺茫 另一则转会却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青岛的苏伟 关于苏伟的转会青岛国进双星 并未否认双方有过沟通 只是双方就转会的筹码达成一致 简单说就是广东没有给出青岛急需和感兴趣的人 综合近期的消息 广东又增加了筹码 几乎是用半支青年队换苏伟 新的筹码是高尚永久转会 及培养费加洋金盟加州湛东 加王新凯 加藤凡日加徐明志换苏伟加赵洁 这个方案的确比先前的方案吸引力增加了许多 青岛刚刚签下上海的第一 在封线上有了极战力求援 广东能吸引青岛的就是后卫线 杨吉蒙和周湛东的加入 可以弥补青岛孙杰走后的缺憾 周湛东再度封任广东洪远主教练 期间就一定是主力轮换 如今又逆袭进入国家队蓝队 杨吉蒙最大的担心是伤病恢复情况 长期看也是一个可格的空位 这个筹码就连广东洪远球迷认为不合适 心疼啊 积攒的青年才俊 因为一个苏伟就全部送出 基本上是半只青年 对阵容 事实上广东后卫线现在可用的 还有赵瑞加湖明轩加蒙夺加小拜员 阵容上够用 为了以防万一 从二队调入国清后卫徐节 更说明朱邦宇要实施这一方案的决心 徐节出生于2000年 身高1.80米 是中国国清队的主力后卫 在去年全运会决赛中 徐节首发出战32分11秒 贡献11分9蓝板三助攻 帮助广东斩获青年组全运会冠军 这筹码换苏伟究竟值不值 如果苏伟的到来 能帮宏远夺得第九冠 一说值不值 总冠军是无价的 在一件连职业生涯末期完成这样创纪录的事情 当然指 如果单从球员在各个位置上的作用看 这筹码确实重了 即使这样青岛果信双星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可见这桩交易对双方都极其重要 如果这桩交易最终达成 无疑在CBA是爆炸性的 为CBA各队球员流动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过去自己用不到也要板凳坐穿 想要的却又买不到 CBA球队缺钱吗 多数不缺钱 但有些人财钱很难办到 那么这种优势互补 的交易也许更容易实现 距离最终的注册时间已经不多 做成做不成 不会等太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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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